一輩子去七國區生來你的關懷九點來 是流的滾滾 一人隨著老蘇玩起蝶貝猶豫 不要稍微看這個蝶貝猶豫 剛開始體驗的時候 是讓人的母沙沙 但是阿公阿嬤是爽得真有趣 蝶貝不僅是讓中部的增加到歡迎人立 出現手跟髮手的吃掉人立 還可以以風跟憲竅劍劃 可以說是一舉多得 看到每一位學員 都一直在蝶貝跟索貝 導師還讓大家來PK賽 現場是全部緊張又刺激 看起來很簡單的蝶貝動作 是最上的操作 需要眼道、手道和心道 也是不用全主力的體靈訓練 這項活動也提供中部的 背後良好的修行運動 社會局非常重視這個據點 尤其是現在高齡化社會 我們要延緩老人的一個失能失智 所以我們一連串辦了很多場的建築活動 那在我們第三場的建築活動 特別引進這個快手蝶杯的部分 那主要是快手蝶杯 可以增加他們手眼協調能力 還有雙手並用的能力 讓他們手的穩定度可以更高 那所以我們會持續辦理這樣的課程 那這樣的課程其實對於他們老人家 其實也可以帶回去據點 交給其他老人家 這就是我們建築的一個志工訓練 那希望推廣到整個台南市 都可以有越來越多的老人家 接受這樣的一個課程跟訓練 為什麽就是社區照顧的禍物 以上社區照顧關懷骨店的志工 淨到禍物專壓 並共負志工榜領活動的課程 其後社會局照顧關中心 幾位竟數蝶杯的貼岸 和甚時變甚時的煩分課程 自9月24号起到10月9号为止 总共分10提出 参加你们所谓是880人 边中第11月9号 第一次赢湯匠中山登来基盘到 叠杯竞速比赛 那这样的课程我们也安排在 11月9号我们建筑成果展的时候 有一个比赛 希望欢迎老人家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竞赛 鼓励他们走出户外这样子 我们在时尾甘心夫七个彩虹报道